在2024年的6月6号 在密歇根州布莱尔镇 一名警察拦下了一辆超速行驶的车辆 司机也是非常的配合 停车摇下了车窗 可没想到 这司机居然只是假装配合 在警察要求司机下车的时候 这司机居然是摇上车窗熄了火 然后一到后座开始在假装睡觉 对警察是置之不理 无论警察敲打车窗和车顶 都无法引起司机的回应 这种拙劣的表演 最终会受到处罚 让我们看一下当时是什么样情况 当时这辆车以75英里每小时行驶 但是该需欲限速为55英里每小时 警察一直在追踪这辆车 司机按照警察的要求 将车停在了路边 警察随后准备对司机进行检查 看他是否有驾照 是否饮酒 或者是吸食毒品 可没想到警察如何地敲车门 这司机都没有任何回应 接下来司机居然是摇上了车窗 坐到了后座 并且还吸了火甲装睡觉 对警察是置之不理 警察也是没想到 这男子居然使用了这样的手段 但是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警察的逮捕 这样只会加重他的罪行 男子不愿意开门 所以警察只能根据车牌号确认车辆的信息 男子不理会警察也是有原因 男子的驾照已经被吊销了 所以他非常的心虚 无论警察们能如何敲打车顶或车窗 都无法引起男子的注意 男子假装在车里睡觉 警察也是警告男子 再不打开的话就会强行破窗 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躲避带了 警察干净利索地把后车玻璃敲碎 男子也是被吓人 马上举手投降 让警察不要伤害人 本来刚才可以和平解决 现在却要使用强硬的手段 可没想到 接下来还有更严重的事 警察准备给男子戴手铐的时候 还发现男子身上还有酒味 看来男子不仅是无证驾驶 还进行酒驾 警察发现男子身上 还有一些食物残障 男子说他一个厨师 身上是面包糠 男子说这车还不是他的 是他叔叔的 警察准备逮捕男子 并向男子宣读他享有的权利 男子说他想去麦当劳 这是他工作的地方 但是他被告知自己被开除 所以他今天心情非常不好 警察问男子是否有吸食毒品 男子说他从来不会吸食毒品 只是今天喝了一些酒 警察是问男子 为什么刚才不打开车门 男子说自己有一些害怕 他也感觉到今天会摊上市 警察准备调查男子的身份 刚才在打破车窗玻璃的时候 有一些玻璃残渣散落到地面上 警察在控制男子的时候 男子是受了伤 有一些玻璃渣刺进了他的后背 男子问他能不能回家 警察告诉他 你已经犯了严重的罪 现在想回家 必须去监医 男子说他现在受了伤 他想去看医生 警察也是告诉男子 如果你配合警察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警察也想调查一下 男子的车是哪里来的 男子说这辆车是他叔叔的 今天刚买 有正规的文件 警察也需要调查这辆车 是否有正规的文件 男子说他现在感觉到还非常饿 还说自己已经被吓得是裤子 看来应该是被吓着 男子被带到医院里去做抄鞋检查 检查他是否吸食毒品或者大量饮酒 实际上男子还威胁过警察 他说他是摔跤手 他很容易就能将警察达到 在12小时以后 男子的亲人到警察局给他做了担保 并缴纳保证金 男子被释放了 тоже认为了